你觉得没有我适合的角色了 他也常常跟我讲 他说我舍不得你演吗 我说没有关系的 他说不行 你还是我心目中的女主角 我舍不得 从90年代开始 风靡大陆的穷妖剧 已加入造作到清新脱俗的爱情故事 在中国电视史上自成一体 捧红了无数个女演员 历代的穷女郎们都有着一贯的审美 个个我见游怜 一颦一笑顾拍生辉 一 刘雪华 曾经凭借楚楚可怜的哭戏 被誉为泪眼皇后 成为穷妖剧的最佳女主 在娱乐圈混得风生水起 可相比事业上的顺风顺水 刘雪华在感情上遭受了许多挫折 好不容易找到那个与她相伴一生的人 过上属于她的幸福生活 意外却再次降临 丈夫因调整卫星天线十足 坠楼不幸身亡 留下她孤单一人 如今已经62岁 如貌上的衰老肉眼可见 虽然长期过着独居生活 生活技能方面 可以说是一窍不通 全靠保姆和司机照顾 今年因为一档节目 重新回到荧幕前 关于参加节目的原因 她说自己从小到大 都没有试过与父母一起生活 这档青老同住的真人秀行事 让她很好奇 也想知道自己能否跳出舒适圈 过这样的生活 在节目中可以看到 没有了司机和保姆 她一个人的手忙脚乱 显得笨拙 她也大方承认 自己最大的遗憾就是无儿无女 和所有的独居老人一样 总是担心有一天在家中摔倒 没有人知道 回想她年轻时的光鲜亮丽 让人不禁感慨 岁月不饶人 二 林青霞 翻看她年轻时的照片 就知道当年东南亚第一美女的称号 绝对不是垂须 在台湾出演求药剧成名后 成为了一代人的偶像 曾经受万千少女追捧的她 早已嫁为人妻 淡出娱乐圈 过上了傅太太的生活 即使年过六十 脸上仍没有留下多少岁月的痕迹 作为娱乐圈里不老女神的存在 人气丝毫不减 前两年参加综艺 偶像来了 拘手头组间尽显温婉 一出场就让众人激动地忍不住落泪 前不久因为一张照片登上热搜 素颜的她皮肤细腻状态良好 接受采访时 她也分享了自己减肥的心得 谭璐多年来 一直坚持着每天运动一小时的习惯 对于静照美上热搜 她表示 衰老是一种自然规律 总是维持美貌 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运动健身 闲暇时与闺蜜约会 重视自己写作的爱好 坦然面对时间的流逝 以这样从容优雅的方式老去 令多少人羡慕不已 三 秦岚 她的一滴泪 天上的一颗星 刚出道就获得了求咬的高度评价 从饰演织化到片约不断 求女郎的身份 无疑是为她后来的演艺事业 开拼了一条平坦的道路 然而在与导演陆川分手后 似乎是深陷在感情的挫折中 五星事业 名气开始逐渐下降 娱乐圈的新人层出不穷 秦岚就这样慢慢地被人遗忘 出演了多部电视剧 却始终不嫌不淡 直到演习攻略中 凭借复查恍后一决 迎来了事业第二春 与剧中角色一样 37岁的她 博得了大众关注 相比从前的柔情似水 再度翻红的她 褪去曾经的稚嫩 变得更加自信洒脱 如今她成立了自己的娱乐公司 将事业打理得紧紧有条 除了演员的身份 跨界从上的她 更是一个成功的女老板 经过时间的沉淀 让她最终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四 王燕 在《还珠格格》中 秦格格这个角色 绝对是剧中最为讨喜的存在 她也因此名声大噪 成为了宏极一时的新生大演员 和大多数爆红的女明星不同 她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继续在娱乐圈大放异彩 在拍摄《还珠格格》之前 她就已经与房产大亨王制裁 组成了自己的家庭 嫁入豪门后十分低调 居住在故宫隔壁的上一豪宅里 她却鲜少对外分享她的一场生活 谈论及老公 她脸上满是笑容 夸赞老公是个很细心人 总是做出一些让她意想不到的事情 虽然普通却很浪漫 让她感动不已 还多次想要动用关系 帮助她发展事业 后来生下儿子 她几乎所有的重心都转移到了家庭 回归后经常带着儿子上综艺 由于儿子的同言同语 许多人觉得她的豪门生活并不容易 但正相反的是 她不仅与弟子相处融洽 婆婆更是将她当成孙女一样 疼爱有加 儿子也渐渐懂事 还在节目中对她表达爱意 生活幸福美满 在众多容貌相当的穷女郎中 她被称为最美穷女郎 长相乖巧可爱 还曾被周星驰追求过 还未成年就被穷妖看中 为她两身定做了好几部剧 在事业上升期嫁给了一个富商 这段婚姻在外园眼里 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可料人在要孩子这件事上产生了分歧 最终选择离婚 演艺事业也大不如前 虽然美貌依旧 但演技却被吐槽没有长进 参加我是演员 更是演技遭到余政质疑 几乎没有戏可以拍 作为一个大龄女星 又不愿意扮演妈妈角色 只能混进于各种商业活动中 还一度因为在直播间带货被说掉价 不过人各有志 40多岁的她虽然没有稳定的事业 却一直保持着积极乐观的心态 离婚后一个人也过得十分舒适 散发着自己的魅力 六周丹薇 昔日穷女郎引退嫁为人妻 放弃事业选择爱情的她 似乎并没有如愿过上想要的生活 豪门的生活并没有她想象的那样光鲜亮丽 为了得到婆婆公共的认可 努力打拼事业 成为商业女强人 面对丈夫在外面沾花惹草 她试图用孩子挽留住丈夫的心 却因为身体原因一直没能怀上孩子 饱受婆家冷眼相待 找寻各种偏方 不顾身体上的伤害 做了19次的人工受益 还因此患上乳癌 好在治疗及时才得以痊愈 经历了20多年痛苦的婚姻生活 幡然醒悟 终于做出离婚的决定 恢复单身的她 虽然遗憾没有属于自己的孩子 但没了之前的种种压力 身体和心理都得到了释放 开始享受生活 和朋友到世界各处游玩 前几年还重返校园 攻度戏剧学并取得了硕士学位 发掘了自己对于琉璃艺术的爱好 在艺术展览中展示自己的作品 她也呼吁女性 应该学会爱自己 照顾好自己 就如重获新生的她一般 过上属于自己的 肆意的人生 七 陈红 年轻视野是戏剧圈中的一代女神 如今已经不再出现在娱乐圈 放弃大好的前途 在巅峰时嫁给了陈凯歌 甘愿成为了她背后的女人 离过一次婚 长相也一般 显然不是陈红的最好选择 到底怎么夺得了陈红的方形 让人感到十分好奇 不过在如今看来 这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陈凯歌作为业内的知名大导演 拍摄的电影票房 无一不大卖的 名利双收 而陈红也当起了制作人 做起了幕后老板 掌管着家里的财政大权 儿子陈飞玉也随了她的长相 阳光帅气 在外拍戏也不忘经常与她视频聊天 对她非常孝顺 五十多岁 在丈夫和儿子的宠爱下 依旧少女感十足 妥妥的人生影家 八 珍珍 作为第一代球女郎 她的长相可以说是无可挑剔 一副传统的小家碧玉的长相 大导演侯孝贤 曾夸赞她是天生的明星 凭借清纯的长相 被称为台湾第一玉女 连林青霞都将她视为偶像 给她拍过照的摄影师都说 找不出第二个 比她拍照更省事的女明星 几乎不需要打光 三百六十度无死角 才貌双全的她 曾经有好几个男人一起追求她 嫁给谢显后 面对刘家昌的穷追猛大 她又提出与谢显离婚 嫁给了刘家昌 然而这段婚姻 却没有想象中的幸福 反倒将她推向了深渊 刘家昌好赌长相 两人生下一个儿子后 刘家昌依然死心不改 这段婚姻持续了八年 珍珍最终忍无可忍 提出离婚 好在还有儿子站在她身边 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 她也直言 十分后悔与谢显离婚 儿子更表示 若母亲想与谢显复合 自己绝对没有意见 虽然她们还是没有复合 但也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如今七十多岁的珍珍 身体发肤 脸上也长满了皱纹 在去年还因为脑出血 做了开弩手术 好在身体早已恢复 有儿子陪伴在身边 生活也过得很幸福 九 蒋琴 在众多久遇浪中 她似乎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 唯一被人熟知的角色 便是大名湖畔的夏宇河 被人诟病眼睛不足 嫁给老溪谷陈建斌后 便慢慢地淡出了娱乐圈 不再有心的作品 而她与陈建斌的婚后生活 令人羡慕 四十多岁 蒋琴青还为陈建斌生下 第二个儿子 成为了四口之家 两人一同参加 赠亿亲子的浪漫旅行 节目第一期 陈建斌就惹怒了蒋琴青 一路卑微地检讨自己 两个人的相处 就好像年轻的小节目一样 结婚多年还保持着初恋时的热度 实处不易 节目中的陈建斌 总是一味地迁就着她 偶尔争吵 陈建斌也只是默默地生气 从不对蒋琴青大声说话 蒋琴青还分享了 两人有一次争执的厉害 陈建斌就戴了一星期的墨镜 不愿意看见她 事后还抱着蒋琴青 质问为什么这样对她 小吵小闹钟都透露着甜蜜 事业频频的她 却收获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随着时代的发展 审美极思想的变化 求要聚逐渐梦若 如今已不再被大众所喜爱 褪去了曾经光芳的求女郎们 也过上了不同的生活 美人终迟暮 他们大多数都已不负歇世容颜 但他们曾经创作的 一部部经典作品 最终成为了属于那个年代的标志 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